里方 envelopedure 探村呢 在超柬大怪眼囊当中一支獨秀 也展现出他足以为中流砥柱 而且呢可以完全带领他周造的群体 一起经过惊涛害浪 而能夠力保他們呢平安度過 這樣子的一位人才 確確實實呢 在《紅樓夢》裡面給予他很高的讚美 那麼在講這個讚美之前 我想要先來說明在他身上 我們作者用另外一個非常曲折的方式 沒有經過研究 你大概沒有意識到 這是我們曹雪芹呢 用一個很獨特的方式 給予他最高的桂冠 那就是呢大觀這個詞彙 所隱含的那一種王道的意義 那這個呢說來話長 那就這個大觀來講呢 請注意什麼揚揚大觀啊 什麼天上人金珠錦貝的這種大觀 都是後世已經通俗化一般化的美稱 第一個你必須要了解的是 《紅樓夢》是一部寫侯府得禮 也將皇宮赫赫寫得令人不敢坐月的 這樣的一部貴族小說 憑什麼他的大觀就只是一般在講風景 那麼第二個 我們的作者是一位釋迦子弟 而釋迦子弟呢都是文化精英 而文化精英他們的基本常識 就是包含四書五經 那所以呢你這個大觀 如果不放在這樣的脈絡來理解 第一個違反傳統的文化精英的素質 他們的知識領域第一個 第二個你也違反這個階級 他絕對不是一般通俗化的階級 所能夠涵蓋 所以就這個兩點來講呢 這個大觀怎麼可以只用風景來理解他呢 而這個大觀我們就要來跟各位補充 實際上實際上他來自於《易經》 而且《易經》呢是這個傳統文人的必備常識 你不了解那是因為你根本沒有讀 所以我現在啊來請各位先看一下 到底《月陽樓記》 他的大觀是不是只是在講風景盛大而已 然後我們就來這個補充告訴大家 連《月陽樓記》背後都有《易經》的這個背景 好所以呢請看以樓啊來展現大觀 為什麼要用樓呢 因為《紅樓夢》裡面大觀園 是不是就有一座大觀樓對不對 他是唯一跟這個園的名字 都用大觀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你要了解大觀園的大觀是什麼意思 你首先也得知道大觀樓的大觀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是二而一的關係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用樓來展示大觀的當然最有名 大家也最熟悉 我們大概中學都讀過的 可是你不要以為曹雪芹所知道的 跟你中學讀到的是一樣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就是《北宋范仲淹》 《月陽樓記》是怎麼寫的 我刻意把前面的這個開宗名義 也都整理出來 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 中間固然是針對什麼 巴林盛壯在洞庭一湖 賢遠山吞長江 浩浩商商橫屋寄來 昭灰細陰氣象萬千 此則《月陽樓之大觀》也 你以為這邊的《月陽樓之大觀》 就是在講前面用非常美的文字 來展現的氣象萬千的山水風光嗎 不是的 你請看他一開始切入的地方 他在談什麼 他說慶立四年春 藤子晶折守巴林郡 請你們注意 折守巴林郡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你們知道會被貶折的地方 都是屬於什麼樣的地方 是金城會翠之地 我把你貶到台北市 當然不是嘛 會貶折你的一定是到綠島 不 這樣會不會讓綠島人很生氣 不會齁 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啦 貶到南沙島好不好 這樣就總可以 對啊 我如果要把你貶 同學們誰考的不及格 把你貶到南沙島好不好 貶到龜山島這樣可以嗎 當然是這種偏遠的落後的地方嘛 對不對 這才有貶折的意義啊 所以喔 為什麼我們的范仲淹 他是在一個被貶官的人 而且他是被折守 他變成這個地方的一個主管 你看折守 他以後就是做這個地方的太守 那所以巴林郡這個偏遠的落後的 可能甚至很野蠻的 不要忘記這是北宋 在唐代中唐的時候 兩百年前 我們的白居易被貶到 長江南岸 沿岸的這樣的地方 兩百年前而已喔 他被貶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就非常哀怨有沒有 他說我這個地方是什麼 黃蘆苦足繞宅生 豈無山歌與村笛 歐亞潮澤難為聽 有沒有 他覺得這些原住民音樂都很刺耳 對不對 然後所以他才會一開始聽到了 如文鮮樂耳戰鳴有沒有 他為什麼一開始會注意到琵琶女 是因為透過琵琶聲 那個琵琶聲啊 在琵琶形的序裡面講得很清楚 蒸蒸然有京都聲 那是一個長安的style 是那個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的風格 所以他才覺得 哎呀讓我想到我過去輝煌的時期 在長安的那一種繁華的歲月 所以才吸引他的注意的 然後呢對焦之下 他就覺得我這個地方又潮濕又落後 然後音樂又難聽 然後又沒有可以跟我同等級的 可以互相往來的朋友 所以呢春江花招秋月夜 往往取酒還獨青有沒有 這是兩百年前左右的同一個緯度 同一個地理環境 同一個相對於中心長安的一個偏遠之地 我們藉由這樣的一個地理空間的對照 以及他的文化的落差 你可以感覺到這種折手的心境 就是我們白居已告訴過你的 而到了這個地方 你當這樣的地方的太守 積極進取的人 那就好好盡自己的責任 把這個地方呢加以教化 讓他提升文化水準 好跟生活水準 那麼如果不盡心的人呢 可能呢就會覺得我鬱悶難生 我覺得呢我的大好良才 跑到這種地方無用武之地 然後呢就跑去登山玩水 就把公務就給放到一邊 我們謝玲玉不就是幹這種事情嗎 對不對 像文學史的同學都可以笑得出來 所以就每個個性就可以展現出來 那我們的范仲淹他說的是 藤子經折手巴林郡之後 請看月明年才一兩年的時間 正通人和百廢巨星乃重修月陽樓 所以我們范仲淹到底在談什麼 他真的是在告訴你這個地方風景很壯闊 我們大家來欣賞是這樣嗎 不是欸 他其實是要來強調這位藤子經 真的是一個人後的有才幹的長官啊 所以來到這個落後的地方 歷經圖治 過做各種改革整頓 以至於正通人和百廢巨星 這是一個人正是一個王道的體現 於是乃重修月陽樓 換句話說月陽樓能夠重修起來 背景就是正通人和百廢巨星 而也就等於是藤子經的無上的政績 你們要注意這一點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一個前提 一個前提一個前提這樣子的下來 最後才有月陽樓的重修的這個可能 而月陽樓重修之後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念了一堆的什麼的這個 閒遠山吞長江的大觀啊的景色 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呢他絕對不是在講風景而已 他在告訴你 你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盛大的風景 背後有這樣一個王道的實踐 而且這個王道的實踐是連偏遠的 這個貶折的荒寒之地 都受到王道仁政的教化的一種滋潤 於是能夠提升 你們要注意這一點 何況各位都背得很熟 我假設 然後呢這篇文章最後提到什麼知道嗎 整個歸根究底 這篇文章的宗旨是什麼 請看一下 他不是說要講到什麼古人人之心啊 有沒有 然後還說要最有名的這兩句話 有很多人奉行了半輩子之後就說我被騙了 都是這個范仲淹騙我 因為范仲淹說要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那很多人被這樣的氣魄所吸引 結果走了半輩子發現 不對我被他騙了 我應該是先天下之樂而樂 後天下之憂而憂 因為那也是因為深受挫敗啦 開開玩笑啦 可是可想而知 你要改造世界 這真的是鞠躬盡瘁死而後矣的 很沉重的責任 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所以整篇文章也是以這樣的一個古人人之心 先天下之憂而憂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的 兼濟天下的胸懷作為結穴 結穴就是最後的那個歸根究底的那個宗旨 所以呢簡單來說 岳陽樓祭的宗旨 它事實上是要告訴你 我從看官 這個注意我們現在都要講大官的官 官一地的山水聖境 其實重點是要來擴延 並且彰顯 這個藤子經的這個人人之心 以及呢他的王道仁政 那麼再由這樣的一地的山水聖境 他也想要擴延於天下的百姓的優樂 所以你們要注意即使是這個岳陽樓祭 他都不是在講什麼風景洋洋大官的 他背後還是講一個王道 好事實上這都是來自於《易經》的觀卦 那麼請各位注意到這一點之後呢 我們下面就可以來談了 那麼這個大官呢在《紅樓夢》裡面 尤其他是跟皇室的等級 文化的精英等等 完全結合在一起來看的 我現在就直接給你們一個證據好了啦 因為我真的覺得不好好的閱讀《紅樓夢》 然後呢卻在一個嘗試上面來批評 真的是不應該的 沒有下功夫研究 我總認為那些批評實在是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不安 請各位看一下 即使是元春回來醒新的時候 他寫的《大觀園絕劇》裡面 固然有天上人間諸景貝 表面上好像就是 岳陽樓祭的什麼浩浩商商那一段 但是你們沒有注意到 他不只是寫那四句詩 他還有輕轉的 自己親手寫的對聯要放在正殿 那個正殿就是皇宮的龍座一樣的地位的 絕對是皇權的體現的 他竟然就在這樣的一個正殿兩邊 有各一句的對聯 請你們注意一下那個對聯的內容 他說天地起紅磁 世子蒼頭銅桿代 古今垂礦點 九州萬國 批恩戎 好這個要唸批啦 你們要唸背随便啦 有沒有注意到 這兩副對聯到底在講什麼 天地起紅磁 這個事實上就是神道 好那麼我等一下告訴你們 其實易經的關掛裡面的大關就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神道一個就是王道 那麼神道體現人間 那個最高境界就是王道 好而那個王道就是朴施於天下 所謂的帥土之兵莫非王土 所以請看他說天地起紅磁 以至於世子蒼頭 那麼蒼頭是什麼呢 就是平民百姓 所以你看連平民百姓小孩子 都同感大於天地這樣子的一種紅磁 宏大的慈悲 然後古今垂礦點 意思說當今的皇權是如此仁德 以至於九州萬國批恩戎 這不就是天下福以嗎 天下無論華宜都能萬眾一心 於是全天下沒有華宜的這種征戰 而都能夠萬眾歸心之下 於是就形成了所謂的烏托邦 那這個烏托邦就是王道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的一種體現 這就是元春之所以命名為大關樓 以及大關的大關元的大關的真正的意義 所以絕對不是在講風景 這個實在是太好笑了 因為你以為一個皇妃回來醒親 然後猶如龍座皇宮寶殿的那個倫理建築 竟然那個大關是講看風景 這真的是完全飯頭不同的一種 實在是很嚴重的混淆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先看元妃 他除了命名之外 他又怎麼樣其他相關的對聯 同時共同形成大關的呼應 而這個大關的呼應呢 來自於易經 所以呢我們螢幕上就告訴你們 真正的來源是周易的觀卦 觀卦裡面呢 透過那個卦跟謠的各種解釋 事實上大關都是在講神道與王道 大關的含義是必須要追蹤到這個周易 他來自於這個周易我們來看他觀卦 就是觀卦其中的一個卦 那根據那個卦象還有那個謠的 那個排列情況呢 那當然易經的作者 或者是無數作者 總而言之他其實就賦予其中的一些道德意涵 那這邊呢跟我們現在的主題有關的 就是這裡的這個團約大關在上 然後呢順而遜請注意 中正以觀天下 然後呢下面我就不念了啦 請你們要注意 那一方面是大關在上 這是大關這個詞彙最早出現 而事實上呢他也從此可以說呢 規範了主流的用法 當然大關後來可以世俗化啦 可以一般化 但是呢實際上主流的 尤其是在文化精英的這個 跟政治美善有關的話 那其實就一定是這個來源 然後請注意 中正以觀天下 請你們回顧一下 我們的大關樓在大關園的整體布局上面 相對空間上他是安頓在哪裡 就是在正中啊 支批講得很清楚 那個正殿就是在全園區的正中 這個就是呢 來自於先秦就已經有的一個空間倫理觀 就是直中以欲四方 那其實就是天子的象徵喔 那所以呢 這個也跟周易 你看周易也是先秦的經典文獻 就告訴我們 中正以觀天下 其實這背後都跟皇權王權有關 好 然後呢下面請你們注意 那為什麼用觀呢 請看 觀天之神道 而四十不特 聖人以神道社教 而天下服役 所以請注意這裡是不是出現了 首先你到底要觀什麼 為什麼大觀在上 這說起來真的是很複雜 我們現在只能挑簡單的重點來說 首先這個觀就是看 就是體察 可是你要體察什麼呢 首先就是天之神道 天之神道多麼的奧妙 多麼的身為 所以呢一個聖人 他得要去觀察 尤其是四十不特 這就是一種宇宙的秩序 然後呢你領位到這樣的一個智慧之後 你要聖人以神道社教 用這個神道落實在人間 來教化這個世界中的百姓 這麼一來就會讓天下服役 萬眾歸心 就會創造出非常太平盛世的烏托邦 請你們注意 簡單意思就是這樣講 那麼所以呢孔隱達的術 這不用講了啦 這是十三經裡面的一個著術的代表 他就告訴我們說觀者是什麼意思 是王者道德之美 而可觀也 故謂之觀 所以各位你們就要注意了 這個觀這個字 一方面觀的是神道 然後呢 因為你是個聖人 這個聖人不完全 只是指道德崇高的人 像孔子這一類 他實際上落實下來 就是指人德兼具的王 知道嗎 就是帝王 所以這個聖人範圍比較廣 紅龍夢也有一次這樣提到啊 就是他們在第十六回的時候 談到那個朝廷大開方便之恩 然後要讓這些呢 幽居在深宮中的妃嫔們 可以回家省心享受天倫之樂 其中是不是就提到聖人 那個聖人指的就是太上皇皇太后 要注意喔 所以這個聖人的意義不完全 只是純粹道德的那一面而已 還包含權力 當然這個聖人最高的境界就是 道德與權力兼具的一個完美的綜合體 然後呢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聖人 他因為呢 能夠體察到似實不特的神道 以神道社教 因此他才能夠表現出道德之美而可觀也 這個就是王道的實踐 所以你們看一下 下面又講得很清楚 聖人法則天之神道 那麼本身也要自行善垂化於人 這都是在講王道的教化 所以呢 下面的人也自然官化服從 就下面人看到這個王 這麼的道德 這麼的人愛百姓 這麼樣的有為 所以呢 百姓看了 大官在上 你看喔 以下官上 所以呢 就天下富裕 簡單說是這樣子 所以呢 有學者就做一個歸納 他認為呢 《易經》裡面的大官的意思 第一個就是人間的王道 第二個呢 就是天地之間的神道 那什麼叫做大官在上 這就是神道顯現 並且應用於現實之中的王道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重點其實都談到了 現在做一個簡單的概要 好啦 所以請各位要注意 我們的元春寫的對聯 明明白白告訴我們 那就是天下福裕 所以呢赤子蒼頭同感帶 然後呢 所謂的那個九州萬國批恩榮 這根本就是《易經》這個大官的意思 才不是什麼什麼橫無際 浩浩商商的那一種什麼風景描寫 這個請你們一定要注意 然後呢這麼一來 我們就要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就說那《紅龍夢》裡面 除了大官園這個園的名稱之外 那麼有大官名稱的 還有哪些建築物呢 那麼首先第一個是不是就是大官樓 對不對 好這個大官樓是元春回來 在正殿裡面駐壁之所在 請問這樣的大官樓 你們認為可不可能是拿來上演戲曲的戲樓啊 絕無可能 事實上這個演戲在中國人的眼光當中 其實就是很卑賤的 是娛樂用的 他怎麼可能可以在正樓的大官樓 去把它當作一個戲樓 所以我們有很多人有這樣的誤解 似乎已經有一點點積非成事 就是說好像有很多人是把這個大官樓 當作戲樓 因為元春回來醒清的時候 是不是有上演四出戲有沒有至少 然後就是那個什麼豪燕啊 有沒有什麼什麼離魂這些 有人就以為那四出戲就是在大官樓上演 其實真的是大謬不然 不是的 我要請各位注意到這個大官樓在哪裡 首先大官樓它是元春醒清時候 所駐壁的正殿的正樓 請你們注意 在第18回有很清楚的描寫 我先提醒你們 有關這個正殿的所有配備 事實上呢 連賈寶玉都不可以去擬他的那個命名 所以蕭香館他可以擬名 什麼有鳳來儀有沒有 橫屋苑所有的地方 其實都是賈寶玉所擬 那麼等那個元春回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很奇怪啊 他就問他醒醒腦然後進入到園中 請注意這就是行宮 行宮其實就是正式的一個皇權的空間 只是不在這個京城而已 那他來到這個地方就問說 此殿何無貶額 奇怪他整個大官樓游過一遍 到處都已經有提轉 都有聯額 為什麼這個地方沒有 結果呢隨氏的太監就跪起 你看要跪下來啟稟的 他說此系正殿外臣未敢善你 所以你們這些外面的人 不是我們皇族的人 你是不可以隨便擬名字的 欸那是一種冒犯欸 好啦連名字都不能擬 請問這個地方 怎麼可能拿來上演戲曲呢 那賈飛點頭不語 然後呢除了名字 你沒有權力去侵犯之外 你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也是這個元春執行皇權的地方 我把它唸完喔 你們才知道那是一個非常森嚴 非常隆重 非常這個肅煞的一個皇權的一個展現 那麼接下來是這樣子 李怡太監呢就跪請元妃要升作受理 所以兩畢月起 李怡太監兩個人呢 就引賈赦赦正等於月台下排班 你看連他的父親他的長輩 通通要在月台下排班幹嘛 就是以行君臣之禮知道嗎 那只是因為元妃他本來就是一個 很溫厚的人 那加上對方又真的他是他的血親長輩 所以呢他就叫那個昭榮去傳譽說免 免禮 可是接下來的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太監要引這個榮國太君 就包含賈母以及所有的女眷 要從東階升月台上排班 請你們注意這個東西是有 非常森嚴的那個空間禮儀的 這個說來話長 這個又是要追蹤到禮記 這個是幾千年的規範 所以這個是不可能為錯的 好啦那也因為呢 是賈母嘛 賈家最高的這個家長 那所以呢我們元春也一樣 由那個昭榮就是旁邊的女官 來傳達他的御令說免 所以他們才先後引退 各位可想而知 這是一個這樣執行軍權 遠遠凌駕於所有倫理層級的 最高的一級的地方 怎麼可能拿來演戲呢 所以呢加上這個地方我們講過 它是一個處在園的正中 它是一個行宮的正殿 那麼請看 在園中所有的庭台宣館 接系寶玉所提的情況之下 他的名字就絕不容外成善你 然後又是皇妃來執行軍權的地方 還要有各種禮儀太監 來跪請身座受理 這麼樣一個繁文入節 這麼樣點重的一個所在的空間 怎麼可能是戲樓對不對 我再讓你們來看一個重要的地方 那個是在第18回的時候有提到 這個大觀樓是這個正殿的正樓 而一般來講呢 王府就是這個清代王府 的那個建築的理制 就是最重要的那個 整個王府的那個主要建築物 他們基本上也有正殿 那個正殿當然是小規模的 不能跟皇宮比 但是它其實那個地位意義是一樣的 而除了一個正殿之外 它也有正樓 最主要的是還有東西的配樓 就是說 所以那個建築是非常宏偉的 除了正殿 正樓 兩邊還有配樓 就是附屬的那個建築物 那這個在大觀園的這個正殿裡面 有沒有呢 就在那個我們的元春 在為這個我們保育沒有擬的 最重要的地方 那個是絕不容其他的臣子們越界的 那還有一些是元春 他覺得保育擬的不夠好 他自己再重新改擬過的 就在這一段的描寫中 來請看274頁有沒有注意到 前面的這些小小的短短的文字的後面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叫做墜井閣 西面的斜樓曰寒方閣 看到沒有 這個東邊的飛樓跟西面的斜樓 這是標準的王府的配備 就是他最重要的那個殿宇 除了正樓之外還有東西的配樓 所以他是非常宏偉的一個建築物 尤其各位你們讀這個 《紅樓夢》裡面啊 你讀得夠詳細就會知道 這個最緊隔後來出現過 就是第40回 好 回去自己查 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因為劉姥姥來逛大觀園嘛 然後大家要好好招待他 然後是不是就要把裡面 很多的東西拿出來擺設 有沒有 然後就帶著這個劉姥姥也上去逛過 結果劉姥姥看得頭昏眼花有沒有 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連划船的 什麼什麼一堆的 什麼都有 就那個真的叫包羅萬象 好 那連一個配樓 這個是東面飛樓最緊隔 都大到這一種包羅萬有的地步 你就可想而知 這個正殿是多麼的宏偉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就是要提醒你們 這是一個王府的規格 或皇室的規格 正殿的正樓怎麼可能來演戲嘛 然後呢我必須補充 後來我查了一下有關清代的那個 宮廷裡面有關演戲的各種的研究 包含說他們的這個演員哪裡來 那演些什麼劇目 然後呢舞台在哪裡都做了一個研究 我必須告訴你們 恐怕原村在這裡所欣賞的那四齣戲 他們上演的舞台應該有兩個可能 一個可能呢是就在這個大觀樓正面 正對面臨時搭建的一座舞台 因為這樣子直接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我請問你們 那個臨時搭建的舞台 他的坐項應該是坐什麼方向 朝什麼方向 一定是坐北朝南嘛 這個絕對是皇權的一個標準的 這個無庸置疑 那搭建在他對面 讓他可以便於欣賞的那個舞台 就會是什麼方向 什麼坐項 當然是坐南朝北嘛 這個是宮廷裡面的舞台 基本的那個規制 這個是他們研究過那個 紫禁城裡面的各種紀錄 還有那個皇室的各種那個文獻 所考察出來的 可是呢還有另外一個可能 這個可能我覺得我還在猶豫 但是《紅樓夢》中 清清楚楚提到過一件事情 那也是第四十回 第四回就是因為要帶劉姥姥逛大觀園嘛 所以呢兩宴大觀園 同時也這個演戲各種表演 這個可以說是最熱鬧的一次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第四十回提到說 賈母呢就說 那我們就在醉井閣下面 就是錫開那個酒宴 因為呢那裡又寬敞 然後呢又聽得近 哪裡聽得近呢 因為呢就在前後的過程中就有提到 聽到有人演習吹打 那賈母就說那太好了 乾脆呢就把那些戲子們就找進來 那我們一邊聽 他們也可以進來逛 兩全其美 然後就問說那要在哪裡演習吹打呢 你們知道嗎 自偶香蟹 那你們會說偶香蟹不是誰的住所 錫村 但不是 因為呢這個紅樓夢裡面啊 迎村跟錫村的住所有兩個名字 我覺得這是其中有一點混淆的地方 但是很明顯那個偶香蟹 不是指錫村的住所 是另外一個只是剛好不曉得為什麼作者沒有 寫著寫著就把它混在一起 那這個要注意 所以請注意 最緊隔就在正殿的一部分 好 他是所謂的那個東面的飛樓 那麼在他下面就可以擺設酒宴 然後呢聽哪裡的一個演習吹打的表演 是在偶香蟹 你就可想而知 假如這個例子可以作為參照 我想這個參照不是絕對的答案啦 你就可想而知 原來在最緊隔 我可以聽到那個偶香蟹那邊的演出 而且是可以聽得這麼清楚 可以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欣賞的一個安排 那麼 那麼我們元春回來醒新的時候 他在大觀園的這個正殿 他所看到的這次四出戲的演出 絕不可能在大觀樓上的 這個是請各位要注意 無論是就他的倫理的意義 他的皇權的地位 乃至於空間配置上都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希望大家可以這個澄清一下 似乎好像一直有人以為 大觀樓是一個戲樓為主要功能 我想這恐怕真的是大謬不然 我們得要澄清 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大觀樓以外呢 你看喔 這個大觀樓我們已經講過了 他一定是來自於易經 就算他也有岳陽樓的這個背景 也一樣都是有王道的 政治美善的這個倫理意涵 可是呢 紅樓夢裡面唯一一個 還有在命名上得到大觀的詞彙的呢 就是探春房中 所謂呢 一系列以大字為共通符號的各種擺設之一的 大觀樓 那這段我們已經引述過了就不再最嚴 請注意 重點在於這個大觀樓的大盤 他為什麼要找一個大觀樓 而不是別的樓呢 我想請各位 請注意一下下面的幾個補充 第一點 這個大觀樓非常有趣 事實上呢 他明明要講的就是宋代的那個乳窯 什麼窯 因為宋代的那個官窯 是不是產品是最精美的 所以如今呢 在拍賣市場上面都是天價 那其實他只是要說我們 《紅樓夢》裡面這種侯府啊 所使用的等級呢 都是這種非常珍貴昂貴的古董 那但是他為什麼用一個 根本世界上從來沒有存在過的大觀窯 那原因就在於清代的背景 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學者已經考察出來了 在清代的一些陶瓷的專書有喔 像例如說什麼南窯筆記啊 景德鎮陶路啊 裡面其實都有提到大觀窯 那而這個大觀窯的大觀呢 就是來自於宋徽宗有四年 有四年就是以大觀為年號 所以你看又跟黃權有關 那那麼他們就用這個 來自宋徽宗的年號大觀 又直接連接到宋代的官窯 只是這樣整個連接下來的 而因此呢 宋代人常會說大觀窯 實際上就是指宋代的官窯 而又有被 這樣一個黃權的背景喔 我們看到呢 像那個南窯筆記就說 什麼杭州鳳凰山下 什麼宋大觀年間 密燕關專都 是宋明十大民謠等等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是宋的大觀年間 那所以呢 那個謠就完全是來自這樣的一個年號 可是這個年號呢 又是來自易經 各位還記不記得 唐太宗最有名的年號是什麼 珍關 可是珍關又是來自哪裡的典故啊 文學史的同學 我們講過謝玲韻的時候 珍關秋或美 那個珍關是不是來自易經 又是來自易經 所以真的 我們的視野跟古人是不能比的 所以不要老是以為 你知道的就是古人知道的 這恐怕 恐怕是有一點要留意的 那請看那個錦德鎮陶路 來錦德鎮陶路也說 大觀是北宋年號 很清楚吧 所以呢 紅樓孟子取材於大觀謠 事實上還是透過宋慧宗的大觀年號 而沉寂了傳統的政治意涵 透過謠的名字 而跟圓的名字 跟那個樓的名字一致 我認為 這中間絕對不是虛筆 千萬不要再跟我說 那是曹雪芹隨便寫寫的 我覺得是你隨便說說 所以一字一句不要放過的話 我想這中間是有一個內在的 我們作者呢 弦外之音所寄託的地方 那就是借探春來彰顯大觀精神 元春已經入宮了 那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可是留在假假的人裡面 有誰能夠擔當的起這樣一個大觀精神 而成為中流砥柱呢 那這個就是探春 所以各位我們回顧一下 以前講過的 現在做一個小整合 事實上整個大觀園裡面 各處獨立的住所呢 各善千秋 各有他們的這個獨立的風格 然而呢 好像只有探春的秋爽災 有附設一處獨立的公共用途的地方 就是小翠塘 這個在第40回有提到 所以是不是留姥姥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到小翠塘裡面吃飯有沒有 不像其他的地方 好像就完全就是一個主建築物 然後呢裡外通透 那完全就是一個私人的空間 可是秋爽災不是 他除了秋爽災的那個主建築物之外 還有一個小翠塘 那這個是我在紅樓夢裡面 也沒有其他的大觀園中的屋舍 有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就這點來講呢 探春也真的是一個兼具公私 可是又公私分明的一個人 那麼其他的地方不一樣啦 其他的姊妹們不是都不喜歡人來坐著 有沒有怕髒了屋子啊 這個也是第40回 我們這個賈母講過的 然後所以探春不容易啊 他一方面又有呢 獨善其身的那種隱逸者的這種瀟灑甜淡 又能夠呢 在這個月色如喜之下 然後賞萬呢 這個月色清灰 以及呢疏同雅治 而到三驚不昧 那這個文人雅士的胸懷 真的是非常的清雅的一個人 那麼不只如此 他房間裡面是不是又有一個 那個叫做慶還記得嗎 有小錘白玉筆木慶 那個慶我跟你們說過就是代表法理 所以這個人物非常特別 他幾乎是兼具所有人的優點 因此呢我認為 我們這個大觀必須要由這個探春來實踐 也因此來請各位看一下 這一段青山山農的一段話我非常贊同 青山山農在《紅紅夢》廣義裡面有提到 他統括探春的這個重要形象 他提到一句話 他說探春聰明不及黛玉 我想我很多讀者都會接受這一點 因為林黛玉的那個聰明伶俐 也確實是在他出場以後 一直很吸引讀者眼光的地方 那麼他繼續說探春的溫文 溫文儒雅的溫文不及寶釵 對吧 寶釵絕對不會打人家一巴掌好不好 然後呢在豪爽方面 他也比不上史香雲 然而然而要注意 這就是我覺得最有啟發性的一點 就是他獨能化三美之常 而自成其美好有趣喔 比各項的特質我也許都比不上你們 可是我偏偏可以把你們所有的優點加在一起 結果我全部贏過你們 所以各位有為者亦若是喔 對啊因為我們每次跟人家比 怎麼比我們好像都輸人家喔 然後再比下去就要有嫉妒之心了 最後就不好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有一個非常健全 非常正面的讓自己提升的方式 那就是化三美之常而自成其美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我們正人君子 應該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所以他說 真的嚴格說來 恐怕探村是超過這三個人的喔 所以他又舉了一些例子 他說建設銀絲 你看他號召建立的絲舍 大家一起來銀絲 這是何其風雅 釣魚戰象 他有在釣魚喔 這又何其雍容 賞花之藥何其引物 不過這個賞花之藥是在那個後四十回的啦 這不管 他說挺其叛事何其精明 這個你看到李家的那個氣象都知道 開門秉竹而代 這六個字又是多麼的彈簧 所以他下面就接著說 寶玉溫柔如女子泰 但是呢探村英段有丈夫風 因此他忍不住讚嘆兼感慨 生女莫生男待探村之未愚 他說古人曾經感慨生女兒 又要生兒子 這個一反中國人的那個價值觀 可是就這個很罕見的例子來說 恐怕就是指探村吧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在探村身上呢 你真正可以感受到說 只要有這樣的女兒 兒子痛痛都不要都沒關係 所以寶玉是沒有不重用的傢伙 這樣懂吧 不是我說的 這是王熙鳳說的對不對 他不是比一堆人誰不重用嗎 有沒有 探村李家之後 哎呀寶玉不重用誰不重用 對不對 因為只有一個探村 所以可想而知啊 難怪我們的知厭哉說 這真的是要告訴我們一件 令人感慨 可是也可以說是對探村最高的讚美 他說假使使此人不遠去 不要讓這個人呢 因為遠駕的關係離開賈府 將來是敗諸子孫不治流散也 所以悲哉傷哉 所以換句話說只要他在 假家不會一敗塗地到了一種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地步 會有東山再起 會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假家是可以再延續的 不要忘記 凌如海是不是也讓席絕 到了這個中段的時候 另開生路對不對 依然是那一種侯府的 這個失禮占陰之族 那麼所以為什麼假虎不可以 所以假寶玉非要四則不可 因為溫柔如女姿態 這樣的人怎麼樣承擔 這樣一個成仙啟後 起死回生的重責大任呢 但可惜唯一有能力的人 卻因為是一個女兒生 難怪我們探純要那麼悲憤了 女兒生就要遠駕 遠駕就為這樣的一個家族 完全無用武之力 所以我們的感慨 也在於這裡 那麼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知焰災的悲災傷災 也無形中告訴我們說 對於賈府的敗落 絕對曹雪芹並不是呢 所謂的什麼反封建反禮教 而因此要來批判貴族的腐敗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 完全不是 他真的是非常的痛切 非常的感慨 然後為什麼這樣的家族 竟然就這樣子一敗塗地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紅樓夢的宗旨 也就是一方面懷念過去那個百年世家 的那一種生活的等級 生活的內涵 同時也深深的悲痛 他之所以最後要敗滅跟失落 這才是瀰漫在紅樓夢當中最重要的宗旨 就是一種哀悼 一種哀婉的一種這個情調 那麼所以他絕無批判的意思 他沒有他不需要去批判他自己的家族 我想這個是說來話長現在都不必再說 然而我們現在就要進一步補充囉 那麼既然在這樣一個大官的認識之下 我們看到真正大官的含義是什麼 然後呢可以承擔得起體現出大官精神的人 是探存 那詳細的論證我畫了三萬多字 那麼各位有興趣可以等年底的時候會看出 你們有興趣再去找出來 因為更細緻的論證這裡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可是我們在這裡一定要補充一個相對而言 我們都認為呢 寶玉是紅樓夢中的男主角 我們也很自然的會以寶玉的眼光 來進行價值判斷 但是這是非常危險的 假如說賈寶玉這位男主角 寄託的是作者自己的會悔自責的話 那麼賈寶玉所做的判斷 會不會是一種反諷呢 所謂的反諷是說 寶玉啊你真的太幼稚了 你現在還是一個少年的心性 那樣的不負責任那樣的重情玩樂 以至於你對這個事件的價值 所做的判斷真的是太可笑 可是因為我現在寫的是幼年時期的賈寶玉 所以我得要以你的年齡 以你的視角來為你這個人物進行鋪陳 可是他鋪陳的那個內容 能夠當作是作者的一個定義所在嗎 這就是我們要分清楚的 這又說來畫長 我又另外畫了三萬多字 所以就沒辦法講 總而言之意思是說 寶玉所說的不代表是作者的意思 也就不代表是鴻隆夢的主子 結果呢 為什麼要做這個區隔 就是因為 對於大觀這個詞彙 除了剛剛所提到的什麼大觀窯啊 大觀樓啊 大觀園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出現過 那是透過賈寶玉之口傳達出來的 那就是呢 這個第17回 當寶玉隨著這個賈政 有沒有 他們要進行一個遊園 先確立各個地方沒有問題 同時加以提轉 那麼就在這個過程中 各位應該都記得 寶玉來到了道鄉村 將來裡玩要住的地方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一番很猛烈的抨擊 對不對 而且呢他竟然呢 能趕在他的平常怕得要死的父親面前 還長篇大論的抗辯有沒有 這說實在都是空前絕後的 所以很顯然這一段呢 是很有用意的 所以很多的讀者也認為 這就代表作者真正的意思 要藉此控訴禮教的這個壓迫 好如何如何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可以用另外的角度來試試看 來理解 這一段寶玉所說的話 到底是怎麼樣發揮有關大觀的定義的呢 首先啊請看原文 寶玉說 此處置一田莊 分明見得 人力穿著扭捏而成 遠無臨村進不復郭 背山山無脈 臨水水無緣 高無隱四字塔下無通四字橋 叫翹然孤出是非大觀 我把這八個字呢 加上了粗體 是請各位仔細萬味 不要太過粗心 我們的讀者真的很粗心 雖然你真的很愛紅樓夢 可是愛之不等於了解之啊 所以要了解真的是要理性 有的時候現在把你的愛放在一邊 好 那所以呢 這裡的翹然孤出是非大觀 請你們仔細的品味 然後呢 下面他就舉了消香管做例子 他說針是 這個針就是起的意思啦 就是一個疑問詞 等於是否定的意思 他說意思就是不向仙處 仙處就是到像那個消香管 他說不向仙處有自然之禮 得自然之氣 雖種族隱全亦不商於穿鑿 所以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 正位非其地而搶為地 非其山而搶為山 雖百般經而眾不相宜 就滔滔不絕 下面當然就被假正賀斷了 畜生這樣 對 因為整個過程都是這樣 我可能有點張官李戴 不過大概假正就棄直的把他喝斷 好 那這一段話我們就暫停在這裡 請各位仔細思考一下 我們讀者啊 因為他愛賈寶玉啦 總是把賈寶玉就當作是真理 而且是唯一的真理 他竟然 既然已經罵到鄉村是 人力穿著紐約而成 所以是非大觀 於是我們就很自然地 跳躍式的連結了 寶玉的意思是說 那大觀到底什麼意思 如果很粗糙的這樣的推論 所以我有一次就請教一個 研究易經的我的學長 我就跟他說大觀如何如何 結果他很敏感就立刻想到說 我在研究紅樓夢 所以會提到大觀 所以他立刻說對大觀是出自易經 可是紅樓夢裡面的大觀不是那個意思 結果我跟他說不 我的研究室就是那個意思 他非常的吃驚說真的嗎 我說對他說趕快給我看 好好 所以我現在準備那篇文章 讓他看看有沒有問題啦 所以可想而知 連一個研究經學思想的人 也看過紅樓夢 但是他看到的紅樓夢的大觀 也是來自於這裡 所以他立刻想的就是 這個大觀不是易經那個大觀 所以不是易經大觀的大觀 就在這句話裡面被跳躍式的連結出來 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你就這麼粗糙的來看的話 這裡的大觀在寶玉的定義裡面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自然對不對 對吧 所以呢 道香村是人力穿著扭捏嘛 就不是大觀嘛 那對他的一個對照組來說 就是那個蕭香館有自然之禮 得自然之氣 亦不傷於穿著 所以好像大觀就是要自然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呢 大觀園就應該是一個自由的 能夠呢順任你的自然情的 一個抒發的地方 不應該有禮教的壓制 不應該要有倫理的前置等等等等 那怎麼會是王道 王道一定就有倫理規範嘛 對吧 你們是不是都這樣理解 好 我想是 確實 很多年來我也是這樣理解 但是真的那是不夠的 那是一個非常粗略的認識 所以他為什麼讚美蕭香館是有自然之禮 得自然之氣 然後種族隱權亦不傷於穿著 叫做大觀 即使是這樣子 這個自然也不是你所以為的自然 有沒有注意到 他還是有人為要種族隱權對不對 只是他不會流於穿著 以至於他才被視為大觀 所以即使寶玉的意思 他的大觀的認識也不是純自然 而是說你要跟人為達到某一種融合跟協調 不落於穿著 這還是大觀喔 所以大觀完全沒有說我完全不要人為 完全不要禮教 完全不要倫理的那種意義喔 然後這有意思的是什麼呢 請看一行人 來到了蕭香館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寶玉說了什麼話 他說這個地方是得自然之禮 然後呢有自然之氣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所謂的大觀 那麼對這個他認為是大觀的地方 他還有過什麼樣子的表述喔 我們請各位翻到第17回 這邊很重要 真的我以前讀到隱隱然 覺得其中有一點矛盾 有一點猶豫 但是因為我們讀者都很粗心喔 反正呢 可以得到一個大多數人都認同的 這個看法我們也就很安心了 我們就不再追究了 但是當我那個不安越來越強的時候 我覺得其中的矛盾 我已經不能不去正式的面對它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大 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 那就是什麼呢 請你們看一下 就在257頁 好這裡是他們第一站來到了蕭香館 你們告訴我蕭香館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紅樓夢1的時候有詳細的談過 事實上這是皇妃回來醒親 第一站正式第一站 正式的第一站來徬徨遊信的地方 你們認為這樣的地方可以是很自然的嗎 不可能啊 校長要來視察第一站是柏鴨館 那天你可以很自然 我們大家都穿汗衫嗎 當然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何況是皇妃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連寶玉都知道 這個是不可為錯的 所以257頁這邊提到 請看第四行 寶玉說這是第一處行性之處 必須送聖方可 你要送揚聖德啊 這個是符合王權跟皇權的基本表現 所以他說啊 我們要用這個四字的匾 不要用啟水雖緣 他說要用什麼 有奉來移 那是不是歌頌元春是奉皇對不對 這就是宋聖啊 所以他並沒有排斥皇權 或者是君臣之禮 相反他是要符合這個君臣之禮 所以各位想一想啊 雖然他這邊說有自然之禮得自然之氣 可是他並沒有純粹自然耶 他還是覺得這個地方是第一處行性的所在 你本來就要送聖 有矛盾嗎 沒有 真的沒有 所以呢 下面我要再補充第二點 請看喔 似乎我們道香村被這個賈寶玉貶低 我看過太多論文了 都在說啊曹雪芹是藉此呢 來抨擊禮教癡人 為什麼禮完呢 當了寡婦就要被這樣子 這個強迫成為搞木死灰 就是禮教癡人 真的是這樣的意思嗎 不是喔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看 我剛剛提醒你們 這八個字要你們牢牢記得的是 其中大可萬味 他說俏然估出是非大官 原來他評論為是非大官的那個原則是什麼 不是說他是一個田莊很樸素 裡面富貴氣象一喜都盡 強迫這個寡婦得心如止水 他完全不是這樣講的耶 重點在哪裡 答對了俏然估出 就是說他很孤立 跟周圍的環境不協調啦 所以你看他前面講了很多啊 什麼遠無臨村 靜不復郭 背山山無脈 臨水水無緣 是指他跟周圍的環境沒有協調 所以才會所謂的失掉了一個自然之理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在安排的過程中 讓他附近能夠達到一種協調性 有延伸 而不會跟周圍之間 突然這樣精畏分明的對照 那麼他事實上還是符合大官 瞭解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重點在於翹然估出 所以只要他能夠做到背山山有脈 什麼淋水水有緣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恐怕也跟用來映制送聖的 第一處形性所在的蕭香館一樣 事實上就會不傷於穿著 了解嗎 這是第一點 那這是我們補充的第二個 所以很明顯你從這段話仔細去考察 或者是17回這些相關的證據 一起考察你會發現 寶玉所謂的大官 也絕對不完全單純的是天然跟自然的意思 同時本質上也不必然跟倫理相排斥 何況各位不要忘記從另外角度來講 就算道香村他失去了跟環境的協調性 而被因為他的翹然估出 被評為是非大官 可是這只是就這個建築物 本身的一個局部的現象來說 你如果從整個園區來看 那麼這個天上人間諸景輩的大官原理 有一個很樸素的充滿了鄉野氣息的道香村 不也是萬景中的一景嗎 對不對 他事實上也增進了這個大官的內涵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從這個天上人間諸景輩的 全景組成來說 事實上的這個道香村 也一點都不會不符合大官的精神 剛好相反 他是要來補充 來讓大官精神更為全輩的 尤其是不要忘記 住在這裡面的女主人寡婦李丸 他能夠住進來 他能夠住進來是不是就重拾了 他失落的青春對不對 不要忘記他是青春喪偶 是不是也只有住進大官原 他才能夠稍微感受一下青春的氣息了對不對 好 那再者 他也在這裡就因此撫慰了喪夫之痛 你不認為這也是另外一種自然嗎 所以大官原真的的自然 只是你以為的那種自然而已嗎 還是人之性情 人的自然情感有很多種類型 而大官原事實上以各種方式來滿足你 少女的自然之情是一種 寶玉的少男之情又是一種 而這個青春寡婦的自然之情又是另外一種 而都在大官原裡面得到滿足 就這點來講 道鄉村怎麼會不是大官呢 所以這是我提醒你們注意到的倒數第二點 那最好玩的是告訴你們 紅龍夢裡面呢 被批評為是非大官的只有道鄉村 但是紅龍夢裡面所有的角色裡面 被知厭哉批評為不是大官的呢 就是賈寶玉 好不好 這不就有趣了嗎 所以我才會跟你們說富富得正 我們寶玉批評的不是大官 恐怕呢只是在暴露他自己的管虧離策 一種狹隘的個人主義 所以看不到超越個人之外的一種群體之美 所以呢來請看一下 這個我們以前都講過 所以各位可以這個很快的整理 在知編裡面有兩處提到第十九回 知厭哉說 於今窺其用意之指 則是作者藉此正為 要幹嘛呢 這個前面有一段涉及的那個相關情節 我們就不詳細說 重點是在於貶欲原非大官者也 就是扁寶玉的玉 以及其他玉之輩的玉的人 一樣都不是大官 那這個不但玉不是大官啦 這個玉呢事實上在紅樓夢裡面 當他是一個個人主義的一個象徵的時候呢 也一樣都受到同樣的批評 而批評的方式除了原非大官之外呢 還有一個這是第一回 對於寶玉的來歷是在赤霞宮裡面 遊玩的那個神陰侍者有沒有 那麼為什麼他會在赤霞宮 這個霞就是霞癡 玉上面的斑點裂痕 那麼知焰在就就此發揮了 他說瑕疵啊本來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玉小赤也有幼玉有病也 就是玉有病 就是不健全 好 所以呢這樣一個人 我們好欣賞的 什麼代表個人主義反封建反禮教的人 實際上在他那個世界裡面呢 是一個病態人格 因為他實在是太自我了 所以呢 支批說以此命名恰吉 用這個霞來為這個寶玉的前身命名 他說這個太恰當不過了 他們根本就有病 正邪兩副懂意思嗎 好 所以呢簡單來說再給我兩分鐘 因此呢 請你們注意一下 就在這樣子的一個 對於玉所代表的個人主義 講自由講自然 這都是我們現代人 最習慣的一種價值觀 但是在兩百多年前 這個侯府之家 恐怕看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來請看普安迪先生呢 是Princeton的教授 他曾經有過一番 正是30年前的文章 我覺得一個外國人 可能就看到跟我們不一樣的 他在討論啦 中國傳統文學如何表現 自我的這個意識的時候 他就認為自我的悖論 就是那個paradox of selfhood 就是什麼叫自我 這自我裡面有一個paradox 是一個悖論 什麼叫悖論呢 就是一味執著於個人的完滿 就是以我為中心 實踐自我我最完滿的我 事實上這一種做法有一個悖論 就是很可能會被某種錯誤的邏輯思維 影像狹隘的個人主義 這一點是我們一般人都忽略的 所以呢就自我中心的結果呢 就是一種自私自利 簡單來說 不管是情感上的自私自利 或者是現實利益上的自私自利 其實都一樣 所以呢他認為 保代二人以自我求全的角度 作為他們生命的這個最重要的目標 事實上是中南次安於宇宙之大 宇宙是非常洪廓的 不是你小小的個人就可以含瓜的 所以他認為紅樓夢的作者 再三表明 如果你把自我的世界 誤以為是宇宙整體 那就是管窺離策 還記不記得第17回 我們賈政果然批評寶玉是管窺離策嘛 那寶玉確實也在第30幾回的時候 發現靈觀原來心中所愛的另有其人 才知道我不能得到天下人的眼淚 也承認他自己是管窺離策有沒有 好 這個都是我們以前提到過的 所以他就開始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就不要再以自我為中心 超越自我能夠用一種別人的角度 來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這才是人會成熟的真正的原因 好 所以呢 所謂的欲有病或欲原非大觀 那麼這都是在說明一種管窺離策的個人主義 而真正的豐富大觀的豐富 是來自於自我的不足感所產生的自我超越 而這麼一來你才能夠讓自我 跟外在世界有圓滿的交會 這樣你也才能夠到達一種宇宙的周全性 那個才是真正大觀的意義 而這個大觀的意義放在紅樓夢 所在的這一個傳統王權的世界裡 那就是情理合一 情跟理一個是主觀一個是客觀 一個呢這個一直被我們的紅樓夢讀者 視為情理對立的這一種看法 恐怕不是紅樓夢的原意 事實上他要告訴你的是情理合一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 寶玉黛玉這些人之所以能夠住進大觀園 是拜誰所賜 是原非所以原非是利用他的皇權 來滿足這些個人 這不就是小我與大我的一種圓滿交會嗎 不就是一個皇權的人道的表現嗎 了解嗎 我不會因為我的皇權就來作為作福 而是利用我的權利來讓別人更幸福 事實上呢從命名 從有條件的開放所有的這些作為 都是一種王道的表現 這又要回到大觀的原意 所以呢我們這位寶玉是不重用的 你看他一直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雖然他確實也在努力的成長 以至於呢你看他一直到七十一回 還在陷膩在那種管窺離策的 狹隘的個人主義裡面 他對探春說你看探春這麼辛苦 他竟然說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 那世事我常勸你 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 只管安復尊榮才是 真是頑固子弟啊對不對 你不要想啦我們就一味的享樂就好 拜託欸 是這些人在擔心擔驚截律 消依干時的努力 你才有這樣的一個安復尊榮可以享受 這真的是一個好狹隘的個人主義 所以呢 所以這個人不重用 所以他是有病所以他原非大官 而真正的大官精神的體現者探春 他事實上是唯一可以扛起甲斧的 這個起死回生的重任的 然而非常可惜 朱子孫終於還是要在因為他的遠駕 而終究能流散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這就是我認為作者對於探春真的是非常的 這個一方面喜愛他 二方面也為作為一個女兒 非要離家不可的一個命運 所導致的感傷 不只是個人的悲劇 也是家族的悲劇 而這位有理性的有才幹的 有敏銳的說的出辦的來的 那麼看得透的人 終究只能夠在遠駕的斷線風箏裡面 那麼花落人家另外一個家庭裡面 去展開他的另外一個人生 但是甲斧的敗落呢 就變得是徹徹底底無可救藥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悲憤悲哉傷哉 應該是《紅樓夢》真正的阻止 會見過於《紅樓夢》真正的阻止 是《紅樓夢》真正的阻止 都不珍惜虫害群的